法国人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浓重的浪漫情怀 确实法国人对浪漫有着独特追求 不过他们的汽车设计却也不是霸气 标志在上海发布的一款挖子概念车 也让人对法系车刮目相看 这款车型在外观设计比较有特色 在色彩搭配上炫用了撞色的设计 前连与车身为蓝色 而车尾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显得动感时尚 并且线条比较凌厉 尤其是引擎盖上的导流线也是比较突出 给人比较犀利的感觉 在内饰方面 这款标志挖子概念车的科技感满满 其中多功能方向盘是一大亮点 除此之外还支持手写识别 功能十分强大 并且还有剪刀门设计 搭载独特筒型座椅 可以说造型都是比较新颖的 配色方面采用的是黑色红色 突出了时尚气息 这款车型在动力方面 搭载的是一套由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两台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并且发动机匹配了一款 6速自动变速器 动力看来也不错 这款车型的价格在800万左右 配置不一般 价格自然也不一般 这款车型主打动感时尚的外观 以及先进的科技配置等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出了法系车的设计风格 让人们一改对法系车的看法 要说这款车是法系车成功的代表 一点也不为过 这款车型主打动力 加上车型主打动力 或设计风格 再次转发自线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